雪蓝额巴生谷多间非法养鸡场 因为饲养环境恶劣臭气熏天 影响居民的居住环境 书邦在野市议会相继接获民众投报 当局今天凌晨突击检查浦种四家养鸡场 赫然发现其中一座堪称雪龙地区最大型的养鸡场 竟然无牌经营长达五年 目前当局已经勒令养鸡场即刻停业 书邦在野市议会执法人员连同28名警员 子夜十二点突击这座堪称巴生谷地区最大的养鸡场 初步调查 业者使用农业用地建造这座非法养鸡场 并且无牌经营长达五年 当局勒令养鸡场即刻停业 并搜查附近三座同样没有合法经营准证的养鸡场 当局发现相关饲养场环境脏乱 并且涉嫌雇佣非法外籍劳工工作 违反法律